大家好,这里是山野美食 酷油桶别再扔了,拿来装鸡蛋超级好用 有朋友就疑惑了 这么大的鸡蛋如何装进去的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招 做法简单又实用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拿酷油桶来装鸡蛋,出行鞋带非常的方便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出门在外 平常我们从老家回城里 父母都会拿很多的土鸡蛋 家里又没有鸡蛋偷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大一点的空瓶子来装 鞋带真的很方便 不管是坐私家车还是上高铁火车 也不担心被压坏又好提 鸡蛋是最进步的磕磕碰碰的 特别是家中老母亲自己都舍不得吃 省下来给孙子的鸡蛋 磕坏了就太可惜了 如果我们用瓶子这样子装起来 就不怕磕坏或者是压坏了 真的非常实用 那这么小的瓶口鸡蛋到底是怎么装进去的呢? 下面就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操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剪刀 先在瓶口下来的第二个槽口处 剪一个手指一样的长口 然后像这样往下剪 也剪一个差不多一个手指的长度 最后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手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口呢剪小一点 刚好能把手伸进去就可以了 剪好之后我们看一下油桶里有没有油或者是水 有的话就拿纸巾擦干净 特别是水一定要擦干 不然鸡蛋很容易坏掉 处理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鸡蛋装进去了 一一的把鸡蛋放进去 先从两头开始放 放整齐一点减少空隙 把鸡蛋压得紧实一点的话 这样提起来它才不会动也不容易碎 这样就填满了 然后把切口盖上 再用透明胶把切口处封起来 像这样转几圈才不容易脱掉 装好之后不管我们怎么提怎么动 里面的鸡蛋都是一动不动的 更不会散出来 这样我们出来坐火车动车 提着也是非常方便 就算放到私家车的后备箱也不担心会被其他物品压坏 这样中占的空间也小 平常回家后备箱都是塞的满满的 省下一点空间睡一点 就算拿回来放冰箱里也能省空间 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 学会的朋友赶紧用起来吧 我相信生活处处有方法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朋友们觉得对生活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击个小爱心鼓励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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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